接下来是法制进行时 我们来关注 徐师傅是重庆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一天深夜 他拉了一名醉酒的男乘客 途中那名醉酒乘客 竟然一个不高兴 便开始抢夺徐师傅的方向盘 导致车辆撞上了隔离护栏 损失不小 第一个徐师傅回忆说 前不久一天凌晨 他从重庆市肖家河 拉了一名醉酒的男乘客 他这鱼子拉着 从车内视频可以看到 男乘客上车之后不停地打电话 中途还让徐师傅停车 自抵刹车方便 之后再次上车 突然开始自言自语 情绪十分地激动 百块钱不是千块钱 他把你吃了呀 真的呀 老师你啥子百块钱啊 我没听得懂哦 双喜公主房你跟我其他 我没有说不给你钱 哥哥 我爱死你啊 我四百给你走 但是你还在哪儿停 你忘了 我们这里有录音 我喊你 你现在把录音放出来 双喜公主房 在哪里 你说你到哪儿停 是不是 我问你还从事 我忘记公主房 可不可以 你把录音放给我牵 我不想跟那个走 你不想跟我说 把录音放给我牵 掉头准备报警 然后掉头过来 就看见旁边有个警车 我都正从警车方向开去过去 他都抢到我方向盘 车上去吧 拜拜 来啊 随后 徐师傅向正在路边 直勤的民警求救 警方将醉酒乘客 与徐师傅一起 带到了派出所了解情况 由于醉酒乘客 抢夺方向盘 导致徐师傅的出租车 撞上了隔离护栏 车辆维修 以及停工带来的损失 大概有一万多元 根据出租车内的赤品 以及车辆行驶轨迹 徐师傅拉载这名醉酒乘客 并没有故意绕路 目前警方已经对此立案调查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